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中美國力白熱化,港股未脫危險期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168點,收報23132點 成交有1326億 今天是5月份期指的結算日 港股都可以說是大上大落 全日港股曾經最多下跌521點 收市的時候,當然跌幅收窄了很多 大上大落的原因是因為中美角力白熱化 今天3點,人大通過了港區國安法 事前,昨晚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卿蓬佩奧已經發表聲明 就說,美國國務院已經根據美港關係法案 向國會提交報告,指香港不再在中國管制之下 享有高度自治 不再保證香港享有回歸前的特殊待遇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說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考慮暫停香港的特殊關稅安排 意味著美國向香港的出口貨品 將會徵收與中國相同的關稅 同時,特朗普還有可能對參與執行國安法的中國官員 政府實體和企業進行針對性制裁 昨晚有傳出來說 對中國的主要商業銀行進行制裁 所以昨晚離岸人民幣一度跌到7.1965 這個是平了之前的低位 7.2%是級級可危 不過今天就做好一點 但是還是未脫危險期 中美國國力去到現在香港牌 大家都這樣說 就是白熱化的 香港一定成為美國被施壓的其中一個對象 現在最怕的是還有其他的招數 因為市場都在等著特朗普開口 特朗普現在都未開口 特朗普之前就說 可能會出去很有趣 究竟怎樣有趣 現在都未知 這個周末 或者這兩天大家要留意 只要留意 市場憂慮 香港的前景變得好像沒有那麼明朗 也都擔心香港的經濟向淡 因為金融業是對香港很重要的 如果制裁香港 最後打到什麼呢 一定是金融牌 金融戰 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或者亞太區金融中心的地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會不會變成只是一個中國內地的金融中心 這個就是市場最關心的地方 還有就是現在港元這個匯價的問題 你看到現在港元反而是強的 有人估計就是因為 其實現在內地有很多錢湧入香港 一來就是支持香港 二來就有些錢湧入香港 然後才是經香港走 所以為什麼是離岸人民幣 就是香港的人民幣就走 所以這個香港港元強 就有一個特殊原因 就不代表就是說 真是很有信心 當然了 這是一個看法 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有內地的資金湧入來支持住 那就沒事了 所以就中美國力白熱化 現在在香港上都體驗了 怎麼體驗呢 今天港股大幅波動 大家看看恆生之數這幅走勢圖 其實今天這間沒有即市的走勢 就是日線圖 你看到一顆十字升 其實今天就大上大落的 開市的時候低開 然後就衝上去 就是早上的時候 十點之前就升過上去 升了上去 哪怕就是昨晚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已經發了一個 利淡的聲明 都可以先升上去 升上去 但是就一直下跌 跌到什麼呢 中午開市 沒多久之後 就創全球最低位 全球最低位 那時候見過22,779點 即是22,888點 都跌穿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後來 大概呢 點半鐘之後 就開始一直回穩 一路 就是最後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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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跌幅就收窄 就是從上兩萬三千關 固然了 跌幅收窄 那今天期指 是一個結算日 那就是很淡真詞 國力白熱化 未脫危險期 就是因為美國未出招 美國會出什麼招 可能還會影響到港股 當然 美國如果出招 不是很強的 那因為 其實從今天來看 都有不少的 內地的資金湧了進來 托著一些什麼呢 托著一些中資股份 所以今天 全球的中資股 就是內地銀行股 那些比較強的 托著頂住的話 港股今天跌幅很少 其實國企指數跌幅更少 國企指數跌幅不夠0.2% 就是跌幅很少 托著 托著之餘 不要這麼快鬆口氣住 人民幣 這個是在岸人民幣 昨晚就不是跌很多 最多跌到7.18 離岸的跌到7.1965 現在回穩一點點 但是還是未脫危險期 大家都還要注意 最好就要去回7.1 7.1那些 就脫了危險期 至少 至少 去回7.14 去回7.14 但是暫時都還是偏弱一點 如果7.15 流上 人民幣都還是弱 都還是有機會試 7.17 7.18 7.19 這些 所以都還是要看著 港股另外一個好淡珍持的原因 就不只是本地因素 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受到這個 這些政治事件影響我們偏遠一點 但是其實現在外圍的氣氛 又不錯的 外圍在說什麼呢 譬如日本 譬如歐洲 譬如美國的故事 都全面向好 因為他們全部放水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 港區國安法這件事情 估計其實港股的確有機會 跟外圍彈一下 彈一下 我不是說一定升得很多 但是受到這個港區國安法事件 影響我們沒有運行 我們儘管看看外圍的 為什麼說它好 你看這個日經指數 今天升成2.3% 反覆上升格局 反覆上升格局 因為日本肯放水 歐洲 歐洲肯發債 多發債 共同債 肯加碼的話 由這個5千億變成7千5百億歐元 這樣的話 就衝上去 一直都好的 這個德國法蘭克福德克指數 都可以 是吧 那道指 是的 道指 又說醞釀中 又有另外一個新的刺激方案 那個刺激方案 數目去到3萬億美元 之前 就是之前 民主黨控制的 眾議院通過了 不過去到共和黨控制的 參議院被否決了 參議院又說要提出自己的版本 但是 最後應該都會有一個新的刺激方案出台 所以有方案 它就一直有好一點 你看到了 歐洲 美國 日本 三個很重要的市場 這些都是好的 所以廣告原本應該可以向好 但是 受到這個 政治事件的影響 那怎樣呢 大家 要小心 避開一些什麼呢 本地股份 就一定要避開 就算現在呢 就是說 可以 參與的 都是中資股 當然 我認為 太早了 因為未脫危險期 未脫危險期 港股 現在 不彈上去 這些位 即237 238 之上 我都覺得 未脫危險期 要彈上去 脫離危險期 才可以 有機會跟外圍市場做好 暫時未脫危險期 最主要避開一些什麼呢 本地股 領展 今天再跌3% 破底再破底 這些 真是 比較傷的 這些股 暫時來看 可能要先避其風 如果你真的拿著這些 你說跌了這麼多 我現在才估好不值 那不要估了 轉一部分 轉一部分出來 因為 再跌再減沒辦法 因為 其實要減的時候 就是第一下棍都應該要 本身都弱的 港鐵也是 破底再破底 都是 今天跌2.38% 走勢也是偏弱些 就算不肯走 都走部分 其實走了之後 你找一些強勢一些 比如中資相關的 那些 現在因為有錢 頂著 那些可能好些 好了 大致上來說 今天的題目是 比如說 中美角力白熱化 香港這張牌 已經打到我們門口 中美角力 你不能夠 再好像以前 貿易戰 跟我們都不是很關係 這次是打到香港牌的了 所以 一定會受到影響的 港股 現在短期的跌勢 恐怕還是未完 大家都還要打聲十二分精神 那麼 留意著多少呢 上回去 23,700 23,800至上 最好當然補了這個利口 才叫做為之好 但是起碼第一對解除 這個戒心的 起碼都要上去23,700以上 那麼 現在要慎防是什麼呢 慎防是 要跌穿 5月25日這個低位 22519 即是22,500區 萬一再跌穿 這個就是什麼 一浪低於一浪走勢 一浪低於一浪 那就是偏遠 偏遠的意思就是說 還未見底 到時就 一路再要沉底 沉底的話 不排除 就要再回去試這個 3月19日的低位 這個低位是多少 21139 希望不用這麼淡 但是我現在真的不知道 中美之間會爆到幾大件事 那麼大家都是採取手勢 小心為上 好了 時間關係今天分析到此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看